二秤 所謂的僧文言訣 叫做言訣 或不由他訣 從於遠離身 名辟之家佛 何說為二秤 這個是三聖共法的最後 他說三聖共法的教化的主基 主要的根基 教化的對象 主要的對象是僧文稱 僧文稱 上面以大略說道 第二個是言訣稱 所以叫做三聖共法 三聖是僧文 言訣 菩薩 三聖 三聖裡面主要的二稱是僧文跟言訣 佛教化的主要對象是僧文 另外還有一個元訣 元訣有時候叫獨訣 有時候叫僻之佛 我們來看這個有什麼差別 從正真斷惑的地位來說 元訣與生文是一樣的 就是已經正真理 見十項 已經斷見一切煩惱 禍就是煩惱 都把煩惱斷見了 生文也這樣 元訣也這樣 所以從正正段落 生文元訣是一樣的 但是生文元訣差在哪裡呢 他講 第一個 不由他訣 就是無私自物 那我們可以這麼講 稍微我們來看 一個就是 如果生文是由他訣的 這個他當然就是佛 那麼必知佛 就是元訣 我們講 必知佛 或是佛 佛跟必知佛又不同 等一下我來講 但是佛跟必知佛 都是不由他訣 就是自訣 自己覺悟的 自己覺悟就不由他訣 那自己怎麼覺悟呢 等一下會舉個例子 那麼 必知佛跟佛的差別又在哪裡 必知佛跟佛 都是自訣 不由他訣 但是必知佛 但是必知佛 佛本身自訣 又訣他 自訣 訣他 所以他有很多生文 阿羅漢弟子 又訣他 那麼必知佛 自訣 但不訣他 他雖然不由他訣 但是也不訣他 就是他也不是說不訣他 而不是沒有廣大的 就是沒有廣大 就是廣轉寶輪 利益很多人 沒有 所以從這一點來講 廣大的利益 眾生 他沒有 他比較沒有 所以如果從生文跟必知佛的差別 在於由他訣 跟不由他訣 就是自訣 那麼佛跟必知佛的差別 在於必知佛跟佛都是自訣 釋迦牟尼佛也是自訣的 他是自己覺悟的 他並不是像神力佛是佛讓他覺悟的 讓他正阿羅漢的 沒有 他自己在菩提斯佛下覺悟的 所以他是自訣 叫做創訣 但是必知佛跟佛的差別 一個在自訣又訣他 一個是自訣 但不訣他 其實是這樣 差別在這裡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生文必知佛跟佛的差別 好 那這裡舉了一個例子 他說 無私之物 傳說有一個國王游覽王家花園 見香花盛開 非常歡喜 不久 一群宮女來采花 那顆迅濫的花束一下子被折得不成樣子 國王見了 深深受到無慘的感覺 就靜坐思維 由無慘而誤入了緣起的極面 成了聖果 好 那導師舉這個例子 也是引致大製作論的 我們來看一下大製作論是怎麼說 他這裡寫的這一篇基本上都是 比較意義大製作論的 那大製作論說到什麼 我們來看大製作論的原文 再來比較對照一下 大製作論 大製作論是在卷十八 他說 如一國王出於炎中游戏 如一國王出於 出於 那個時候沒有佛 後面他會解釋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龍樹菩薩在後面有解釋 如一國王出於原宗游戏 就是他們的花園裡面 清朝見林樹花果 清朝就是早上一大早 見 林樹花果 就有味貌 就很貌盛 開得很漂亮 盛可愛樂 就很喜歡 亡時已而過 王朱夫人 王朱夫人就休息一下 早上起來 他就去花園裡面 哇 這花開得好漂亮 然後吃完飯他就稍微小睡一下 不眠啦 小睡一下 王朱夫人才女 講到這件事 這王宮裡面有很多後輝 宮女 非常多 揭貢取花 揭貢 都一起來 這個 採這個花啦 揭花 因為把花折回去嘛 放在花瓶裡面要怎麼樣 揭貢 揭貢靈述 那麼王絕影 這個狗王 他跑去小睡一下 起來了 那麼 見靈毀壞 他再去看花園 看到 完全 完全都跟他早上睡覺之前 看到的不一樣 完全都一塌糊塗了 而自覺悟 怎麼這樣就可以覺悟呢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他後面會講 為什麼這樣就可以覺悟 一切世間無常變換 那釋迦火是怎麼覺悟的 那麼 在菩提室教是見流星 但是見流星之前 他就有一點點覺悟了 他看世間的老病史 然後看世間的這些變化 去觀那個 去觀那個農民耕田 看這些現象 然後看世間的老病史 他就稍微有一點覺悟 所以他才去出家 那出家了之後 又看見這個 這個世間的這些變化 那麼他就成正覺了 他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 屁之佛 這個是在講屁之佛 他說 一切世間無常變換 一切世間無常變換 就是世間生諸意念 那從有情來講就是生老病史 一切世間無常變換 皆易如是 都是這樣 這個是看到無情 就是花草樹木 那斯加坊林佛看的是 有情生老病史 那個比對了 就不一樣 你 presidential 因為他看的是這一節 所以跟斯加佛看的是 有情生老病史 他的酌嚸點在 有情又不一樣 好 他说皆亦如是 世间都是这样 无常思为事宜 无肉道心生 无肉道心就生出来了 那你说那我们看着也会用感受啊 我们为什么无肉道心没有生 我们后面他会再讲 那他说断诸结识 得辟之佛道 这个是大致论的原文 那导师就引用这个文 导师得很多 里面很多讲的道理 都是引用大致论 导师对大致论的研究很深 所以影响也很深 断诸结识 那么得辟之佛道 那本来是国王 他没有多久就证了辟之佛了 那奔辟之佛之后怎么 就离开了 聚佑神通 既飞到贤境连间 就去休息了就离开了 聚佑神通 那他也是很快 那么 即飞到贤境连间 那么他也没有出家 但是他就这样过生活了 他就离开这种完工的生活了 然后就去过出家的生活 但是没有正式现出家下的没有 但是就这样过生活了 那辟之佛是这样的 即贤 即飞到 即飞到贤境连间 就在三年里面生活了 好 那么后面会讲 为什么这样 到底是怎么因缘 荣述菩萨讲 如是等因缘先是福德 他说他之所以能够看到 这些早上看起来 花很漂亮 这花怎么变成这样 他马上就悟到无常 悟到无常 马上无漏到心生 马上就认辟之佛 没有多久认辟之佛 那为什么可以这个样子 我们看起来好像觉得很不可思议 那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 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证 那么他说这个是 有这样的因缘 先是福德怨恨果报 都是你过去中累积的 先是的福德 就是 假设我们这一次努力这样 观无常观无我 那么已经有那种很深的印象 我们下一次只要稍微一点因缘 我们这个无常无我的印象马上会起来 老师我们对佛法的研究非常的深入 下一次稍微听到佛法 我们那个很深的印象马上会起来 马上会连结起来 所以为什么六祖一听到应无所住而升级心 马上下着决定心要去修行得解脱 我们也听到我们为什么不行 那个就是在于你先是累积的 所以我们这一生假设没有那么有力量 我们这一次要赶快累积 赶快累积那个智慧 那个福德 那个愿力 其实这样子 那么一定可以 先是福德 怨恨 就情愿了 那么 果报 今世见少因缘 所以这一生不用很多 也没有人跟他讲 但是他看到他自然而然就误入了 今世见少因缘 只是这样的一个因缘而已 所以舍利佛只听见无常记 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面 你只听见这两句话 他就证出国 那要听很久才证出国 那罗欧罗要听好久才更证出国 那每一个人不一样 那我们是听了很多 几百倍也不会证出国 那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你对这个法有没有深刻 那舍利佛已经修很久 他具足很多了 所以差别就在这里 所以所谓的剑跟盾 盾也是从剑 你看他马上 这个看起来就是盾嘛 盾污啊 那扫因缘就能盾污 就好像这个木材很干 一点点火他就烧得很旺 木材很湿很大的火 都不一定烧得起来 差别就在这里 所以今世见少因缘 成辟之佛道 就可以解脱了 他说辟之佛道有两种 因缘觉如上说 他说还有两种 这个只是其中一种 这种叫做因缘觉 这种毕之佛叫做因缘觉 这种毕之佛叫做因缘觉 那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 他说这个叫做独觉 他就把 所以我们有时候叫缘觉就是独觉 那本来大致命就有分这两种 这种叫缘觉 这种叫做因缘觉 我们简称叫做因缘觉 我们简称叫做因缘觉 就是因缘觉 后来我们就说 毕之佛是物十二缘起 不是 他就是看见缘起而已 看见五场 叫做因缘觉 那 然后还有一种叫独觉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这两种又有差别 这个是因缘觉 叫做缘觉 然后叫做独觉 那其实都是毕之佛 毕之佛有分缘觉跟独觉 那么有时候又分不邪跟灵脚义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先讲大致论的说法 这是大致论里面的说法 就是荣述的说法 这个是因缘觉 然后他说独觉有两种 一个 独觉有两种 第一种 本事学人 但是不管是缘觉 独觉都是不由他觉 都是不由他觉 他说本事学人 在人终生 事实无佛 意思是说 他原来是生文 真的出国 那么出国不是有七次人 可以玩法吗 等到他第七次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佛了 但是他原来是学人 学人就是有学 有学跟无学 有学就是出国 恶国 三国都叫做有学 在人终生 事实无佛 佛法灭 就是他在第三次第四次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佛了 佛已经灭了 因为他来一次升到天上就几千年 看他升哪一天 至少都一两千年 一两千年佛已经不见了 第二次来的时候佛法都没有了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根本可能就没有 因为他要七次连天 不一定七次 但是如果是慢一点的话要七次 大概第三次来 第三次来可能就没佛法 第二次来佛不见了有佛法 第三次来连佛法都没有了 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就更不用了 大概是这样 就是本师学在人终生 因为他会人天人天 他这一次做冷症出国 下一次升天 升天再来做冷的时候 第二次做冷的时候 那么已经是可能是一千年后 因为天寿都很长 然后再升天 再来做冷 这已经大概够四五千年后了 可能佛法还在 那第三次可能佛法就灭了 第二次佛肯定不在了 那佛法灭 所以 是虚头法已满七身 就是他应该要解脱了 但是不一定第七身解脱了 但是有些是第七身解脱了 已满七身 那么就是他已经成熟了 第七次一定会成熟 因为他的身子根本拔掉了 那他一定会解脱 最多不会超过七次 再来做冷 现在已经是第七次了 一定要解脱 不管有佛没佛 他一定会解脱了 他的智慧已经成熟了 所以是虚头法 这个是出国 已满七身 已经第七次了 不可能有第八次 七次人天王法 已经是第七次 不可能再有第八次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他说 不应第八身 所以自得成道 这个时候虽然没有佛 没有佛法 他也会解脱 他也会解脱 自得成道 世人不明佛 这样的人不明佛 不明阿罗汉 不是声闻 声闻是由他解 佛是自解 但是他又不是佛 不明阿罗汉 我还会解脱他 但是他这种自解 是因为他之前是声闻来的 就是名为什么 名为小辟之佛 他叫做辟之佛 但这是小辟之佛 还有一种叫做大辟之佛 这个就是荣素佛 把所谓的辟之佛 分成圆绝跟独绝 那独绝又分小辟之佛 跟大辟之佛 辟之佛就是独绝的意思 就是有小的独绝 或大的独绝 那这个是小的 那大的 我们来看 这个叫做阴圆绝 圆绝 独绝 另外还有大辟之佛 那什么叫做大辟之佛 就是小辟之佛跟大辟之佛 圆绝跟独绝 小辟之佛跟大辟之佛 小辟绝跟大辟绝 这个辟绝有分 一个是小辟之佛 另外一个是大辟之佛 第二个是大辟之佛 大辟之佛是什么呢 他说异于一百节中做功德 这个是大圣说佛百节修向好 就是用一百节来修功德 才能成佛 所以因为他没有 这个没有百节做功德嘛 所以他不能叫佛 那 是过去学人的 所以他说他不能 他不叫阿罗安 也不明为佛 因为他没有百节做功德 那他说这个大辟之佛 是一百节中做功德 跟佛一样 增长智慧 得三十二相分 跟佛一样也有三十二相 因为三十二相都是 都是修功德中修来的 得三十二相分 或是 或有三十一相 那有时候不一定有三十二相 就是这个龙书也有讲 成佛也不一定三十二相 要看他在生在那个时代 以三十二相为圆满 就三十二相 以三十一相为圆满 就三十一相 以三十相为圆满 就三十相 看他那么的人 要以几相为圆满 他就几相 因为他功德是这样的 在那个地方 这样的相貌 是为大家所尊敬的 他就聚了那样相貌 那有些脖子要很长 有些耳朵要很大 也跟嘴巴要很大 不一定 每一个人觉得的相好 不太一样 所以这里讲 得三十二相分 或三十一相 或三十相 或二十九相 就这样了 乃至一相 乃至一相 那么 于九种阿罗汉中 智慧力胜 前面讲到有九种阿罗汉 智慧力胜 就是生文跟圆解比较起来 圆解是比较利的 于诸生法中 总相别相能路 就修时定 常乐独处 它的差别 圆解 基本上它是强调它常乐独处 就是修时定 常乐独处 但是我们后面还要再讲 就是这个独觉 独觉一般我们说就有两种 一种就是独自觉悟的 就是不异于他的 一种就是觉悟之后 在大众中修 但是大众中读住独醒的 像大家设这种 就毕之佛的种现 他也叫做毕之佛的种现 就是独自独醒的 好 那这个是荣述讲的 所谓大毕之佛跟小毕之佛 好 那么再来看 他导师这里有讲 他讲 他说 他说这个虽然不能如佛那样的 因为是无私之物 虽不能如佛那样的大传法人 他也传法人 但是不是像佛这样 就是觉他广大的利他 所以比起生文地址 要依师长教委 就是要由他觉 到底略胜一左 所以圆觉的根性 比生文要低一点 好 第二个不由他觉的智慧 是由于远离而生的 所以独自的 远离是远离溃 远离人世 他在因中 在正果以后 都是独来独往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比较偏重在独觉这个独上 那么独一个就是 他独自觉悟 一个就是 他觉悟之后 独醒独住 就这两种 一个是不由于他 独自觉悟的 一个是 一个是觉悟了之后 在大众中学悟 但是觉悟了之后 独住独醒 是这两个 好 头语都是独来独往 艳离人世 过着今年的十二头头行 十二头头 我们讲一下也可以 十二头头 有时候讲十三 十二头头 祝阿兰罗 阿兰罗就是急进出 那么第二个是长起食 写这样 第二个是长起食 因为饮食有时候是硬供的 他没有硬供 他就长起食 去起食 第三个是一座食 赤地起食 赤地起食就是从一家一家这样子 因为他可能那一家比较好 那一家比较好 他没有 他就是一次地 第四个 第四个是一座食 一座食即食就是日中一食 只吃一吃 那一般来讲是 日中一食跟 日中一食 跟过午不食不一样 日中一食跟过午不食不一样 日中一食 是日中之前只吃一次 只有一食 过午不食 是过这个日中之后就不吃 但是在日中以前可以吃很多次 只要你不过午 你要吃几次都没关系 不要过午就好 早上吃 七点吃一次 八点吃一次 九点吃 又吃点心 十点又吃都可以 你只要不要超过中午再吃 过午再吃就好 但是这个是在日中以前只能吃一次 你九点吃了 你十点都不吃了 十一点十二点都不吃了 只能吃一次 这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讲日中是什么过午不食不太一样 那这个是一坐死 那这个是一坐死 一坐死就是日中一死 就是他时间在日中之前 他们只吃一次 那吃上的时候是要坐下来 所以就是一坐死 那那个还有 有些还有分 一坐下来就不能再起来 就是你去脱剥 坐下来吃 那就吃 再起来就不吃了 也有这样 因为有些是像 头头行有些是你说 你去脱剥 那食物是放在桌上的 那么就吃一次 但是吃一次的话 你去拿 拿拿拿回来之后 坐下来 吃饱了吃不够 再起来就去拿 那有一些起来就不拿了 那但是他一样是日中一死 就是只吃那么一次 但是一次 他可能是起来就去拿 但是有些起来也不拿 这些更严格的 他是这样子的 那头头行基本上就是 印度当时沙满的这些苦行 那么比较有意义的 可以训练我们的身心的 就是抖手 可以抖手我们的身心 就是训练我们的意志 然后减少我们的贪欲 那么训练我们的专注力 训练我们的人耐力 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是当时一些沙门的苦行 比较有意义的 无意义的就没有 头盘在沙里面 举右手举左手 住在树上 这些就没有意义 浸在水里面 那么这个就不有 所以偷偷显示 佛陀用当时沙门 比较有意义的苦行 来做训练 那有这一种的 好 那这个是 第四个是一座食 第五个是节量食 节量食就是 节制这个食量 那么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座食 或是日中一食 那有的人拨那么大 那一次就拿很多 拿到满满的 你吃一次等于要吃三次 有些是这样 那他没有 他就是你也要 虽然你只吃一次 但是因为你只吃这一次嘛 所以你一次会拿很多 但是他没有 头头醒的没有 他就节量只拿 也不吃到饱 就有吃就好 他虽然可以拿很多 他不拿那么多 他会节制 就只能说 有的节量节量到 只能一团食 一团食 就是 因为他们吃饭是这样一团 就我有吃就好 就有这样一团 那有些就是一拨而已 就一拨食 那拨也不能太大 就是他还有分 这个量还有分 但是他总是不会过量 但是有些一座食 他也会过量 他拿很多 他就吃一次 但是他吃很多 那也不行 但是这个就是看 你要再进一步 所以头头醒 可以很多条一起做的 你可以只修一条 或可以修很多条 固定 那你看你自己 依你自己的训练 那么第六个 那么中后不饮将 好 那么他是过午不死 他是日中一死 但是日中之后不死 就是没有正食 没有吃饭 没有吃面这些 但是可以喝什么 可以喝柳子的 叫做非食浆 那更刻苦的就是 可是连飞食浆也不用 所以这个就是看人 我以前在服演 读书的时候 也修过这种头头醒 就是你自己去选择 就是说 那个时候是因为 我要标志我的心 就 我只吃 放在我波里面的东西 不管你打多少 你就是只打半波 我也只吃半波 再过来打的 我就都不要你 就是说 你用这样来训练你的心 对饮食的态力没有 就是说 就是你 比如说 以前 以前是勤寒的 我们吃饭是勤寒像这样 然后 这个一个适者来拿 然后 他会先打一点 他会先打一点 然后 还有多的 所以他还会在行躺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那个时候 我们坐在那边的时候 那时候刚出家 都排在最后面 排在最后面 排在最后面 就人家行躺来 就会看 是什么菜 好吃的 喜欢吃的 就在那边等 在那边等 结果就看见前面的人 好吃的大家都好吃 比如说豆腐 就比较少 大家都好吃 就打到我快点 快没有 就喜欢好了 就觉得前面的人 怎么那么贪吃 怎么那么多 还有后面的人都没得吃 就开始会起烦恼 就开始会起烦恼 然后一开始就会看 这个好吃的 不好吃的 好吃的 就等 可是因为你排在最后面 那时候刚出家排在最后面 他是要照借辣的 你排在最后面 你就在那边等 那边等 等到你来了 快没有了 你就心里面 就开始起烦恼 然后 后来就觉得每天这样很 就觉得自己也很厌烦 就觉得好 从今天开始 就需要偷偷醒 从今天开始 我只吃我薄里面的东西 一薄死 那么你再来了 我都不要 那么不管你拿什么 我都不要 就是开始训练 后来就是不会 再也不会种心 而不然 每次因为 每次看人家 行堂的端子 才好不好吃 就开始等 开始等 哇 你不知道那个 那个心 但是等了半分 看见人家 这个给 这个给 我心里面就不断起烦恼 吃一顿烦 非常的烦恼 后来就 好 我要行这个偷偷醒 我只吃 而且我只就是坐下来吃 坐下来吃之后 因为他不能起来的 因为那个行堂 都不能起来的 到节哉才能起来 所以你就 我只是拨里面的东西 拨之外再打也都不要 不管多好吃 不管有多少 不管你打得够不够 我都不要 这样训练大概一阵子 后来就对这种 就不会了 不会再起烦了 坐在那里不会起烦了 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叫做抖手之后 就训练 那么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你可以做 选择不同的头头型去训练 那其实是非常有效 好 那么这个是中后不饮价 就是你即使喝的你也没有 但并不是一次十二个头头不是的 你可以只选一条 选两条 选三条 选四条 看你 那头头型第一的就是大家设 那还有第七条就是分扫衣 就穿着衣服没那么好 分扫衣就是人家丢掉拿起来补 像我们这种衣都不是分扫衣 只有一块补好好的 把它采的 不是 那分扫衣是人家丢掉的补拿来补的 那补一样 那第八个就淡三衣 就只有三衣 三衣之外没有 但是有的很多件 那第九个就总建筑 就是住在坟墓啦 总建筑 那其实印度没有坟墓 印度都是尸体都是放到那个森林里面 那就住在那个石头里面 那因为中国才有坟墓才有满起来棺材 他们没有 他们就是火葬跟天葬 天葬就曝斯于荒野这样 给他烂了 那他们就去观不信观 那么 这个叫总建筑 然后第十个就是住在这里啦 那一般住寺院或住森林 但是他住在总监 这个是头头型的一个 一个就是树下坐 就是在树下打坐啦 那树下打坐跟你在房间坐不一样 你在辽房坐 当然没有蚊子没有风嘛 那不会下雨嘛 那树下就不一定 有蚊子有什么 房间没那么好 但是就也比也好一点 那第十一个是陆地坐 在空旷的地方 那这个都是脱脱鞋 第十二个就是我们常说的 不倒单 常坐不卧 常坐不卧 就不躺下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不倒单 像这个秀马上人 他就修不倒单 常坐不卧 他修这个头头型 那一般讲这十二个叫十二头头 南传的还有一个叫做随处坐 随处住 随处住是什么呢 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 这个是森林比丘 南传现在还有森林比丘 就在森林里走 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 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 那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是所谓的十二头头 那他这里讲 他说过着今年的十二头头型 孤居独处 没有师长 没有同学 也没有弟子 因为他必知否跟否的最大差别 就是自觉觉他跟自觉不觉他 所以他比较没有广受弟子 广为说法比较没有 那据说这都出于没有佛法的时代 现其实的出家相 但不会说法 只是显现神通而已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传说中 就是有两种 一种就是 就是独住的 一种就是 也有大众共住的圆权 好 那么这个就讲到所谓的步行 我们前面有讲过 好 就是圆 这个独觉也有两种 就讲到 独觉也有两种 前面有讲到大屁吃否跟小屁吃否 那 这里又讲到两种 叫做步行 然后一个叫做菱角欲 上次我们又说过 就是 像西雄那个角 就自己一吃而已 那么 步行就是聚合步众而独悟正口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修行 但是独觉的特性是自己修行的 但是这个也是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 就是 据说印度有一座山 那个地方都是 有点像中南山一样 大家一个人住一个毛盆 但是都聚在那里一起修行 这是什么这样 这个是步行 就是 那也有可能是住在一起 聚合步众 而独悟正口 自己悟的 不是你让我悟 我让你悟的 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 它又有这两种 独觉 独悟 自己悟 不由他觉 这个叫做独悟正口 一种是菱角欲 一人独处以正悟 就只有一个人 自己住 但是自己觉悟 这个是大家一起住 自己觉悟 不一样 所以它就有两种 我们现在如果分析 必知否有原觉跟独觉 独觉 铁里面又有大壁之火跟小壁之火 那又有布血跟什么 铃角欲 好 那这个大概就是 所谓的独觉 比较完整的说明了 好 那在我们底下看 所以它这里讲 它说 传说中也有大众共著的原觉 这个就是物形 但这本是生文根性 元首的自然正阿老汉果 不过出于无佛的时代 所以也叫做原觉 那这个老师讲的这个就是 之前荣树菩萨讲的 本是学人 然后已经是第七生了 然后自然觉悟 所以它叫做原觉 因为它第七世下来 已经没有佛了 所以叫做原觉 这个就是荣树菩萨讲的 那个小壁之佛 这一类圣者 名曰辟之佳佛 意欲是独觉 也作原觉 是由于观原起而成道的缘故 就是观无常无我 那么正得辟之佛果的 与生文圣的阿罗汉果 地位相同 那么正道一定是见原起 原起一定是见什么 正无常无我 那么我们很容易把原起变成就是 直接很想说十二原起 当然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无明原形 行原式 但是它不一定是这样 观十二原起 它就是知道无常无我 那像前面荣树菩萨讲的 以这个花掉了 花原本来是好的 现在变成这样 一下子就变这样了 从里面体悟到无常无我 一切法都是原起的 生灭的 从这里就正辟之佛果 辟之佛果 其实是这样 好 所以这个正得辟之佛果的 与生文圣的阿罗汉果 地位一样 那这个就是阿罗汉 所以他说这个龙树菩萨讲 小壁之佛与阿罗汉无异 但大壁之佛 大壁之佛就比较 就比阿罗汉更出胜一点点 因为他是百结修相 那么比较接近佛 但是他又不像佛这样能够广大的利益众生 其实是这样 那小壁之佛就是阿罗汉 就跟阿罗汉相近 大壁之佛比较跟佛相近 但是他没有广大利益众生 那这个是圆解 地位相同 所以壁之佛与生文 常何所为二证 如与发菩提心的大圣相对来论 就叫做小圣 所以小圣有两个 就是圆解跟壁之佛 那壁之佛 所以我们这样 如果经过这样我们讲 壁之佛他就是这样 有时候叫壁之加佛 他也是佛 就是诀 一个就是圆诀跟独诀的不同 一个就是小壁之佛跟大壁之佛的不同 如果依隆述的大致都在里面讲 他壁之佛的不同 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 步行跟灵觉欲的不同 就是大众一起修 然後都是自己觉悟的 他本身就是独自觉悟的 然後不由他觉的 步行跟灵觉欲的不同 所以他就有这一些圆解跟独诀 小壁之佛跟大壁之佛 步行跟灵巧欲 就大概来看这种就三种 好 那这个就是三圣共法 身闻元觉菩萨 那么这个三圣共法 都要即使菩萨也要具足修行 这些东西 都共同要修的 好 那下次我们就讲大圣不共法 今大圣不共法 那大圣不共法 后面除了讲菩萨的六度四色之外 后面讲到大圣的三个学派 这个信空 信空 美女 这个正常为心 虚妄为师 你找到这三个学派 就比较复杂一点点 好 那我们合掌合相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不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